季总 您大人有大量 辞职信只是一时受冲动 您就别跟我这种小员工 斤斤计较了行吗 季总 我有话跟你说 冰天 你要是不把我的辞职信还我 我就跟你同归于尽 行不行 这样是不是太彪悍了 像季总这样的霸道总裁 应该是吃饭不吃肉 季总 我尚有老 下还无小 工作就是我的命 如果我没了工作 那我就等于失去了命 您就忍心看着我的双亲 经历晚年失毒的痛苦吗 季总 您大人有大量 饶我一命 您就是我的在生父母 怎么那么大事 我吃饭 你食呢 因为你学生 就算你一定是在他 开股 你吃饭 你吃饭 我老奶ùng 我看它是你游戏 我买不算太好的 我来自然 快要辞 我去的时候 淘洁 金总 您大人有大量 辞职信只是一时之后冲动 您就别跟我这种小员工 斤斤计较了行吗 人事 还没有找你吗 找了 可是 我还是想再自我抢救一下 那就要看看你的诚意了 我周天 对灯发誓 只要季总让我留在公司 我一定好好干 从今以后听从领导指挥 绝不擅自行动 这样 够有诚意 话说的是没错 但身为一名经纪人 最重要的就是诚信 说过的话 就一定要做到 当初递辞职信的时候 你是怎么说的 斩钉截铁地说 自己不后悔 人非圣贤 孰能无故 您得给我改正的机会 机会只可有准备的人 而你 已经错过机会了 对 季总 您大人有大量 您就别跟我这种 小虾密气叫我 成吗 好 你学历一般 这方面的工作经验为零 不听从上级的安排 还屡次犯错 我真的很难想想 如果你不在这里 在其他地方 你还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 季总 我承认 我是一个小虾密 但是你也要明白 小虾密也是有尊严跟骨气的 周天 人事部正找你呢 现在你就去 季总 麻烦您看一下 周天的转租协议 转租协议 我 季 季总 我知道 您刚才跟我说的那番话 一定是想要考验我工作的决心 您放心 我生是心意的人 死是心意的鬼 我一定会在我的工作岗位上 努力地奋战到底的 这就是你的尊严和骨气啊 第二次辞职 我充分看到了你离开的决心 季总 我错了 都是我年轻太不懂事 我没有领悟到领导的忠心思想 一定是我这个人 太过正直 一丝不苟 刚正不阿 我一定会努力提高自己的幽默感 跟上季总您的脚步 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 高情商 高智商 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 喂 求求您了 哦 您好 您好 哦 好的 我知道了 行 去人事部 领一个新的账 谢谢季总 我一定会好好工作 拼拼向上的 那 辞职信 辞职信放在我这儿 我保留 永久有效 可是放在您这儿 我心里不踏实 我踏实 可是这儿我 季总 NK今年的主题是冠军成长之路 体育部的人针对这次代言 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 他们想找一个国际知名巨星 但是NK那边给出的拍摄时间是 这周内 体育部的人 是想替大家底下裁员的名单吧 体育部怎么了 这跟你无关 做好你的本职工作 不是 我 乔宜突然找我有点事情 我先走了 体育部 拜拜